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风雨实验室 现在的这个风力呢 逐渐从一级开始往上增加 现在的雨势开始是逐渐增长 风力也开始增增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帽子 几乎是整个被吹现 而且我连站都站不稳了 现在这个风力逐渐来到了 是八到九级左右 几乎都是可以吃到雨水的 而且现在是连站都要 整个拉出这个栏杆 才有办法站得稳 日上九级风加豪雨 就算你穿上的雨雨鞋 还是会跟我一样 鞋子里全浸满水 现在来到的是九级风 可以看到呢 这个伞想要撑金屋是 几斤撑不开了 而且大家从来到了十三级 这个伞金屋是整个被吹现了 而且人呢 也是连站都站不稳 风雨强劲 直立式雨伞 整个被吹飞贴在墙壁上面 但真正墙抬的威力不止这样 那一起马以强台之姿席台 气象局预估 九号早上九到十一点 北北基最大阵风九到十一级 桃园新竹县市最大阵风九到十级 宜兰最大阵风也有九到十一级 根据标准 平均风打七级或最大阵风十级 就达到停班停课标准 确切的时间一定是会跟着台风入境 它只要稍微 比如说慢个几公里或快个几公里 那个触入的时间就会不一定 那我们也不能紧看 那个所谓的暴风圈碰到陆地的时间 当然它越靠近 风就会越来越强 除了强风还有防 豪雨气象局预估总雨量 双北山区最多九百毫米 基隆平地三百到五百毫米 宜兰山区最多六百毫米 陶竹苗山区最高雨量达九百毫米 从雨量来看 新北、桃园、新竹 最多二十四小时内雨量 也来到三百五十毫米的 停班停课标准 虽然还是得一等各县市政府宣布 但人不可轻忽 强风豪雨 三安新闻马上号陈又荣 台北报导